MCP是一个工具的托管协议 当用户向AI Agent提出问题的时候 Agent会先从MCP server中收集所有可用的工具信息 再把这些工具转化成AI模型能理解的格式 和用户的请求一起发送给AI 这样一来 AI模型就能根据需求返回一条消息 引导Agent去调用本地的工具函数 MCP的作用就是把Agent和工具解偶了 Agent可以自由换 工具也可以换 两边都更灵活 如果你对AI模型 AI Agent和MCP之间的关系感兴趣 可以去看我这期完整的视频 10分钟带你把这些概念都捋顺 好了 现在我们来回到代码 一起写一个MCP server 这边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工具函数 它会返回当前设备的系统信息 函数的实现和MCP以及AI没有什么关系 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我们直接来打印一下它的返回值 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它返回了一个记录了我电脑信息的 Json字符串 这个返回值的格式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 只要是能转化成字符串的东西 AI模型就能理解 但是我们在写工具函数的时候 有几点还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是函数名和参数名 尽量要写得清楚 最好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 同时还要记得加上类型标注 因为AI模型就是通过这些信息 来理解工具的功能的 如果说函数本身比较复杂 用名字不好描述它的功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写一个DogStream 比如说像这样 DogStream的内容 AI模型也是可以看到的 总之我们就把AI模型想象成一个程序员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提供好API和API的文档 工具准备好之后 现在我们来正式写MCP服务 MCP是由Answer Peak公司提出的协议 通常我们会用他们官方提供的Python库 名字就叫做MCP 我们先来安装一下 我这边使用的是UV来管理依赖 你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工具 比如PEEP、Poetry都可以 如果你对UV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这一期视频 安装好之后 现在我们先创建一个MCP的实例 FastMCP构造函数中的参数 是MCP服务的名称 我们起什么都可以 MCP协议本身并没有强制规定 这个名字是用来干什么的 但我们最好还是起一个有点功能性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 接着我们用刚刚创建出来的MCP实例之中的add tool方法 把刚才展示的工具函数注册进去 当然了 add tool函数你可以调用多次来注册多个不同的工具函数 agent通常会把所有注册过的函数全都告诉AI模型 由AI模型自己决定用哪个 另外如果说你的MCP实例和工具函数写在了同一个文件里 也可以用装饰器的写法来注册 像是这样 这种通过装饰器而注册的函数 效果和调用add tool是一样的 最后一步是调用run方法来启动MCP服务 注意一下run函数的参数值是MCP的通信模式 当前的MCP有两种通信模式 一种是STDIO也就是标准的输入输出 标准的输入输出 它的好处是简单 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MCP server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通信的 这种方式的缺点是MCP server 只能和agent跑在同一台机器上 MCP的另外一种通信方式是SSE 本质是基于http协议的 这种server可以被部署到云端 支持远程调用 不过和所有的web服务一样 你还要去处理验证授权这些问题会稍微有点麻烦 我目前也没有遇到特别适合用SSE的场景 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总之我们的演示就用STDIO比较简单 这样一个最基础最通用的MCP server就写好了 就这么几行代码 接下来我们来配置agent 这次我选用的agent是cloud desktop 因为它的界面比较友好适合演示 我平时其实用的更多的是client 配置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甚至它们配置文件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先打开cloud desktop的设置 然后我们依次点击developer 以及editconfig 这时cloud desktop会弹出它的配置文件目录 现在我们用任意的编辑器来编辑一下这个mcp配置文件 可以看到这里我其实已经预先配置好了 因为我们的工程是用uv管理的 所以这里我也使用uv来进行启动 而main.py就是我们刚刚实现的mcp server 配置好之后 我们就能在cloud desktop的聊天界面里面 看到我们的mcp服务了 可以看到cloud已经识别出来了两个工具 gethost info和foo foo工具是我们前面演示装饰器时用到的空函数 没有什么用 我们来关掉它 然后我们可以来问cloud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告诉我我的电脑有几个cpu是什么架构 然后你就会发现cloud desktop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准备调用我们的gethost info函数 注意这里发起调用的是AI模型 并不是cloud desktop这个程序主动想调用gethost info的 而是AI模型只是cloud desktop来调用它 cloud desktop不做判断它只是执行AI的指令 我们来点击允许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调用我们的工具时使用的参数 以及我们工具的返回结果了 最后AI模型会根据这个返回结果生成最终的答案 这就是实现一个MCP server的方法了 是不是很简单 写一个MCP服务其实不难 难的是设计出一个真的有意义的工具 让它能恰好解决问题 而且又足够的清晰让AI模型可以理解 做得越久我就越发的意识到 你交给AI的不仅仅是工具或者函数 而是你对问题的理解 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怎么提供一个工具 而是你到底能不能看到问题到底是什么 所以想让AI理解我们 我们最终还是先要理解自己 这里是程序员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